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吴小如先生的 好戏不一定列大咒 现在报刊上谈戏的文章 往往把大咒和压咒两词混用 大咒是指一场演出的最后一出 压咒则指道第二的戏码 但人们只要一提到压咒和大咒 总会联想到这一定是明觉而演的好戏 旧时戏般演出 最有叫做力的演员和最精彩的剧目 并不一定都排在大咒而多列于压咒 因大咒多演火炙热闹的舞戏 或以情节取胜的连台本戏 如果观众不想看完可以随时退场 故又叫送客戏 从这个意义来讲 大咒不一定都是好戏 但好戏没与明觉有关 好戏不一定列大咒 以继意味着明演员不一定非演最后一出不可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 谈到梅兰芳、陈彦秋和尚小云三位大师 同赴抗美援朝第一线慰问演出 陈先生的戏码美排在开场 这同四大名诞和禄四五花洞唱片的时候 陈先生自愿唱墨剧的谦虚精神是一致的 虞书彦晚年偶演堂会戏 如在淮仁堂为宋哲原演出 即已与陈继仙合作群英会开场 在萧镇营宅演道宗圈 戏码排在上小云谭复英的探母之前 晚上八十就出场了 当时虞书彦已吸引歌坛 以其声誉之龙、意识之精和演出机会之少 即使把戏码排在最后 内外行都不会有意见 但余先生则强调自己身体不好 嗓子已经不行 每次都坚决要把戏码提前 看来只要演员实至名归 不一定非演大咒不可 1934年我在天津 赶上春河戏院举办宵夏晚会 那一年京戏由马德威、胡碧兰、赵化南等联合演出 特邀侯喜瑞参加 侯老名次仅在马德威之下 但他却经常演前三出 观众到场稍迟就看不上了 1950年 盖教天父子在天津中国大学院演出 也特邀侯老助演 侯老美于前场演夏和东、曲洛阳等拿手杰作 往往很早就出台 某次华翠申先生邀我看盖老的白水滩 他来迟了 我因无票而进不了剧场 这时侯老曲洛阳即将上场 我只好另买一票先赌为快 谁又能因为侯老屡眼前三出 便说他艺术造诣不深呢 近年在津津两地 我每见到或听到某个剧团中发生个别演员 因争戏码先后而临时撂挑子的事件 甚至有时观众已坐在台下静候开螺 后台负责人还骑着车满街的找演员 我对此不想忘发议论 只希望他们从艺术水平方面多加考虑 看看比程彦秋 于书妍和侯喜瑞究竟高下如何 是否有赶超前辈的雄心壮志 躺经常这样激励自己 那么思想境界或许就有所不同吧